6、5、4、3、2 原畫背景 當一個設計稿經過導演通過之後 就要分流工作 大致是分為背景和原畫 動畫背景繪圖 現在是分開手繪和電腦繪制兩方面 手繪背景用傳統的油彩 在標準的畫紙上上色 然後輸入電腦裏 再在電腦上做顏色調教 而電腦的背景 即是利用電腦的軟件 直接在電腦上繪圖 甚至利用3D三圍的技術搭建背景 兩種背景繪製各有特色 選擇是在乎風格上的要求 原畫方面 一個原畫師要有很強的繪製和表演的能力 原畫師好像戲劇的演員一樣 一個面部的表情 一個身體的動作 一個物體的移動形態 都需要經過它的畫筆活靈活現地 畫在紙上 接著 原畫師就需要在每一張畫紙上的動作 定出時間、節奏 並且輸入電腦進行線拍的工作 線拍就是將一張一張的原畫 有次序和依照所需要的節奏時間粗略地拍攝 令鏡頭的動作粗略地在螢幕上展現 動畫的導演因此判斷表演的方法是否合乎要求 因為原畫是由很多位原畫師一起繪製的 各人的手法慣性和線條雖然有規範 但總是有一定程度的偏差 所以就需要由一個或者多個叫作監修營的人員 按照標準造型的規格監察所有原畫的形象 遇到有偏差的時候就要立即去修改 如果這個工序稍有偏差的話 那麼在最後畫面出現的同一個角色造型 亦都可能出現了不同的面貌 中間動畫 電影經過放影機 以每一秒24格的速度投射在銀幕上 用一個比例去計算 動畫片一秒需要24張的原畫 每分鐘就需要畫稿1440張 如果用20分鐘的劇集來計算 就需要畫稿28800張 而90分鐘的長片就需要129600張的畫稿 一部高質素的動畫作品 的確需要這麼多張畫稿 但是一般的動畫製作 因應所需就可以弱略地減少 例如一張畫稿拍成兩格、三格、四格 甚至是更多 當然一張畫稿拍攝的格數越多 動畫所表演的流暢程度就會相應地降低 例如一個鏡頭裏面 在一秒裏面的主要動作需要三張原畫 但是因應拍攝的流暢 就需要以一張畫稿拍攝三格畫面 那一秒就需要八張畫稿了 除了三張原畫稿之外 中間連貫的其他五張畫稿 就是所說的中間動畫了 繪製中間動畫的畫師 按照兩張原稿之間作出臨無的連貫 是一個晉升成為其他崗位的訓練階段 當中間動畫這個繪製完成之後 再通過線拍檢定 一部動畫的手繪工作大概就會完成了 動畫動真格 動真格 第十五集 好 今次這一集就不花太多口水了 直接進去接我上次那一集的設計稿 設計稿後面的工序就叫中期 其實設計稿已經叫中期了 已經是大家剛才看到了 剛才在我十幾年前拍的那條動畫製作的流程 我是將一男子的中期 一次過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叫做原畫 背景 背景 還有一個叫做作監 作監修營 還有一個叫做中間動畫 這四個的序 理論上就是一個中期的骨幹部分 設計稿是一個叫做中期的前期 每一個階段 前期的前期 前期的中期 前期的後期 一路去到其實都是這樣分的 上一集講到設計稿 設計稿就是將這個台本 將一個台本 將它再細化 將它變成一個鏡頭 裡面所有細節都在那裡 人和物境都在那裡 當然設計稿是將台本 整個姿勢都會從頭的姿勢 到尾的姿勢都會畫出來的 場景都是 而去到三圍 其實在三圍的設計稿 就是很簡單的 我上次上一集都講過了 基本上是三圍動畫的設計稿 就不會好像二圍那麼細緻 那麼細緻 它只不過是將一些模型 放在那裡 看到角色和背景的比例 以及鏡頭的運動 大概就是這個設計稿 我們叫做Layout 即是草稿 我今次講這個中期 我會先在二圍那裡講起 不想大家太亂 講完二圍之後 我會再講三圍 為什麼我在之前那條片裡 會將原畫背景作監 中間動畫一籃子給大家看呢 其實 應該這麼說 講中期如果是獨立講一個部分 其實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因為它是要和上面和下面 設計稿不同 因為設計稿真的是開一個鏡頭 然後下面的原畫和之後的程序 基本上都是被綁綁的 設計稿就是把人物和背景 以為是分開的 三圍我一會再講 把人物和背景分開來處理 在我講這個中期的原畫的時候 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支持我的經驗 我入動畫行的時候 我最記得就是 通常我們都是以一個圓畫的價錢 即是圓畫 圓畫 即是圓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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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畫 圓畫 他畫一個鏡頭 裡面 譬如三秒 這樣 一秒是多少錢 這樣去計 通常呢 通常都是接了 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 要看難度 分配在不同的高低售 當然 疑紅疑惑的 價錢是比較便宜的 為什麼會這樣計 其實我們以前 in-house的大團隊 其實裡面 都有聘請一些圓畫師 但我們跟他 那個薪酬的協議 我們會給一個 叫包底 譬如說 一萬元這樣 但是你要 扣減幾多個鏡頭 或者幾多個秒數 這樣 這樣便會計 但都一定要定一個標準 一定要定一個標準 這個叫做法外發的 都叫做法外發 當然 in-house的同事 跟我們去找一些衛星公司去發 可能單價又不同 因為外面的衛星公司的人員 我們是沒有保底的 還有你要劃好我收貨 我才會付錢 對不對 以前我們在我入行的時候 通常以這個圓畫的製作費 是作為一套動畫片的製作費 來計算的 還有我們去參觀一些中期團隊 找一些中期團隊 都是以他們有幾多個圓畫師 有幾多個畫手 圓畫師 去衡量這間公司的power 有幾大 製作能力有幾大 其實看回頭 其實都是錯的 其實都是錯的 你的圓畫師的能力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人數 你是可以 很多都是衛星公司的 或者是 你有很多的圓畫師 但是那些圓畫師的能力是很低的 其實都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還有就是 如果用圓畫的單價 去做一個製作費的衡量 其實也是錯的 這只是加工片的衡量方法 我們以前做創作片的 其實不是的 原來我之前有十幾集 講前期的費用 其實都挺大的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製作一個動畫 在我的經驗 分佈的比例會是怎樣呢 我們講前期 中期和後期 前期就是由請導演 構思故事劇本 接著去到台本 storyboard 我們叫前期 中期就是由設計局 去到我現在所講的原畫 跟著中間動畫 去合成 出毛片 我們叫中期 這個部分 佔的勞工比例 人手比例是最大的 去到後期 後期就很簡單 後期 基本上 動畫的後期 其實只是影視製作的後期 由剪接 去到配音 去到配樂 真的可以出街的影片 其實這裡更加有數得計 因為那個行業都很大的 比例就是中期 我是會下三成 譬如說你製作費100萬 中期大概是佔30萬左右 前期大概佔30萬左右 而去到中期大概佔50萬左右 去到後期大概20萬左右 當然這個比例是 我做電視劇的經驗 譬如說現在有些電影 請天駕明星去配音 這個不得了 這個當然沒有譜 沒有數得計 但始終都是有一個比例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講回原畫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參與動畫製作 就不一定用原畫的價錢 去做一個製作費的參考 當然中期的製作費 原畫是佔很重的比例 原畫是佔很重的比例 設計稿 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張畫 大概是不會佔很大的比例 但原畫就不是 原畫就是逐秒逐秒和你計算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先講原畫師 什麼叫原畫呢 即是Key Pose 即是畫一個Key Pose 當一個設計稿 開了之後 原畫師就會按照台本的Pose 台本的Pose 而去參考它的造型 將結構畫出來 Pose 1 Pose 2 Pose 3 這三個 當然原畫師也要顧及台本的鏡頭的運動 不是死板板的一個鏡頭 就是一個鏡頭 鏡頭可能運動 人體結構就會變 人體結構會變 會有透視 這是好考原畫的能力 好考原畫的能力 當然你的線條要準 你不能夠畫到太過利體 你的樣子不能夠太歪 當然之後會有作監的程序 但也不能夠太過沒有把握 否則會做到後面的人 我知道在原畫師 初初入圓畫師有幾個途徑 有些是由這個 當然你一定要喜歡畫畫 你畫的畫 那條線要穩定 那時候我在大陸 深圳有些大學 請一些讀四年動畫系的學生來做 他們當然只是學理論 有些連條線都畫不直 連條線都畫不到 他們基本上是做不到這個崗位 一個原畫師一定是喜歡畫畫 那些線條要掌握得好 可以在中間動畫 即是在一些 待會我會講到另一個步驟 在中間動畫的勞工密集 比較多的成份的崗位 慢慢的上來 慢慢的上來 我記得以前我和一位原畫師 外國的原畫師 在外國的原畫師 在外國學原畫 在哪裡 教你學畫畫 開始 他說不是 在外國有些教授的原畫學校 他說原來是 教你人體的肌肉結構 和骨骼結構 是不是很新奇 沒錯 其實這個是對的 因為畫動畫 在以前主要是人物為主 主要是人物為主 那你的人物的動動 牽涉到骨骼和肌肉的變化 所以其實 學原畫 在外國的正宗 是先教你肌肉文理 和骨骼結構 基本上就是一個解剖學的最初階 那大家 是不是很有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剛才說過 就是一個原畫師 其實那個的責任 就是把一個台本的鏡頭 去到設計稿 設計稿之後 他就按照設計稿裡面這個範圍 去按照台本去表演 其實是不是 其實是沒有表演 你可以說是沒有表演 因為原畫師 其實是一個畫師 只是一個執行 只是一個執行 我在入行的時候 其實也有時候被人誤導 就是說 原畫就是一個演員 就是一個動畫的演員 動畫導演 真的是一個導演 會教人做戲 其實不是 我看起來其實不是 當然有部分的原畫師 他們的表演是很精彩的 但是其實原畫師的表演的能力 是不能夠在一個鏡頭裡面 大量發揮的 不可以的 因為你在前面的台本 已經限制了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表演跨度 是怎樣的 由一個角色從這邊走到這邊 可能是轉一個彎 但是原畫師 你不能夠 我走到這裡 不行 我不喜歡這樣轉彎 我喜歡打開關斗 360度轉身 站在那裡 不行的 不行的 他這個表演是不接受的 導演會罵你 你為什麼不跟著台本做 當然 有些台本是不清晰的 有些的原畫 他會自己去表演 當然這些都是要問導演 在我的立場 以前以為原畫師 就是一個原畫 就是一個表演者 其實不是的 畫手 尤其是在大陸 有些的原畫師 是沒有經過戲劇訓練的 但是在外國不是 在外國的原畫師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 教肌肉文理骨內結構之外 是真的會教表情表演的 表情表演 去怎樣演繹角色 那個深層次的表情 講得好像很複雜 其實是不複雜的 我也不想說太複雜 我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 下一節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原畫師 他應該有的工作表演